马亦先生 马老师 尊敬的男人场主席 尊敬的各位校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上个号 特别荣幸能够了参加这次大会 这也是我一辈子可能见过校长最后的一次大会 小时候最怕见校长 能不见 最难不见 因为怕 一般也见不到 今天一下子见了那么多校长 尤其坐在下面 认真的听部长 市长 我们的同学 讲了那些深思熟虑对教育未来的看法 背感惭愧 我觉得我自己昨晚上思考了很多 也是很少有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我觉得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是我很想要跟大家交流 学习 但因为刚刚从阿里巴巴这个公司的 董事长的位置下来 我想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认真地学习 去全世界 去中国各地走走各个学校 全世界的学校去走走看看 有过思考以后 跟大家进行分享一些对教育的看法 所以今天的交流 并不是很成熟 大家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 一起来探讨教育的责任 教育的创新 这本身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和担当 给我们这个世界 带来无比的希望 我一直认为一个老师一辈子能够影响几百个孩子 几百个学生 而一个校长应该一辈子至少也能够影响三百个老师 所以教育最重要的是校长 最重要的是老师 因为校长和老师影响很多人的一生 今天有一千五百多人 一千五百多名校长在这儿相聚 交流 畅谈 我觉得我在这儿 诚逢诚恐 倍感荣幸 我自己离开教师这个职位啊 也已经快近三十年了 但是我这过去三十年呢 应该也是放而不弃 卸任阿里巴巴主席以后 我想未来我最感兴趣的 投入时间和精力 可能最多的就是教育 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辈子的教育的支持者 所以我刚才讲了 因为这是我下半辈子最热爱的工作 最希望投入的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时间是学习 去听听 多多看看 然后向大家学习以后 再表达我的观点和看法 昨天 前天呢 我还去了杭州的千岛湖 去了看我们那边 正在四点的一个技术之学校 跟那边的校长 同学和老师进行的交流 我越来越感到 里面的这个机会之大 里面的挑战之大 但是也看到了希望之大 今天的在座 1500 名校长和全世界所有的校长 我认为你们是 the leaders of the leaders 大家是真正的领导者的领导 我自己做阿里巴巴 从 1999 年到现在 20 年来 我感受最大 把自己能够工作做好的一个重要的职位 重要的来源就是我曾经是老师 我曾经当过班主任 我懂得如何去尊重学生 如何让学生发挥他们的潜力 让他们做得比自己想象的还好 如何期待学生做得比自己更好 我自己觉得当CEO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是叫 Chief Education Officer 我主要的责任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年轻人 发挥他的特长 发挥他的作用 每个老师最优秀的品质 就是希望自己的学生有出息 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得比自己好 做CEO也一样 就是希望自己的员工永远超越自己 今天的世界问题很多 我相信这世界永远每一天问题都很多 未来的问题可能会更多 但是不管多大的问题 多大的挑战 不管形势如何动荡死杂 但是只要教育还在 一切都有可能 都有机会 如果教育做得不好 那么一切的机会都会失去 教育是这个世界最最重要的稳定器 是人类对未来信心的最重要的保障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不注重教育 那就是我们不注重未来 中国现在每年大概有1500万的新生儿童 而全世界大家都到一亿的新生儿童 这是人类最独特的资源 也是最大的浮框 投资这近一亿人的脑袋 那就是投资世界的未来 中国过去40年 煤没有多起来 石油也没多起来 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重视的教育 开发了13亿人的脑袋 我认为改革开放 在中国最大的推动力是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 一个简单的恢复高考 激发了无数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梦想 所以我相信各国各世界 如果我们把教育作为未来的重重之重的同志的方向 把教育作为这个社会的稳定性 把教育当作人类对未来的自信和信心的推动性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我觉得我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以后 我给自己找的这个工作 我越想越来越厉害 因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在公司运营过程中 我一直把人作为阿里巴巴的第一产品 因为阿里巴巴的员工如果不成长 公司的产品是不可能成长的 所以我坚信 人不变化 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 教育不进步 那么人是不可能进步的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所有的经历 如果一个家庭 我们不在孩子的教育身上同志 那么这个家庭是想象不了 他会变成一个了不起的家庭 这个家庭会变成一个有希望的家庭 所以 未来的关键在于教育 而教育的关键在于老师 全世界都应该鼓励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师范学校 去做老师 让老师真正成为崇高的职业 成为待遇最好的职业 当然 有知识不一定能当好老师 这也是我看见 在我过去的学习过程中 我发现很多老师 知识非常渊博 但会渊博和会当成好老师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老师内边知识最多 但老师可以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 老师不是明星 但老师能够培养出很多的明星出来 影响学生的是老师 而影响老师的是校长 校长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决定了学校的方向 决定了老师和学生未来的发展 校长 校长最主要的责任是帮助老师看到希望 看到前途 我在过去五年做乡村教师计划中 发现 乡村教师离职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离职的原因 是因为不喜欢他们的校长 很多校长 从来没有学过 什么叫领导力 什么就是管理 什么留住老师 怎么样去激发老师 所以也为难了他们 所以我刚才了解到我们华师大 投入大量精力 大量的资源 投入在中小学校长的朋友身上 我觉得这极其是第一 学校留不住老师 问题基本上是在校长身上 就像公司里留不住员工 根子一定在老板身上 校长办校和企业家办企业都不容易 一样的不容易 但是我认为校长不仅仅是一校之长 很多校长是本地区的教育部的部长 他们要规划 他们要思考 校长不懂得 不仅仅要懂得怎么教学 更要懂得如何管理 不仅仅要配置好校内的资源 还要系统好校外的资源 校长不仅仅是要有教书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领导力 是揭发大家 是能够让老师 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希望 感受到方向 校长要对其他人提前看到问题 而且要想办法 不要让这些问题发生 校长要看到别人没看到的 要想到别人没想到的 要说出别人不敢相信的事情 要做出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所以一个优秀的校长一定是个优秀的领导者 而一个领导者往往是孤独的 国区校长联盟搭建的这个平台 我觉得让全世界的校长一起交流 一起讨论 一起分享成功 一起分享困惑 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的有意思 今天的技术变革 社会将面临巨大的变革 未来的冲击最大的也是教育 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 事实上基本上是按照 过去工业时代建立起来 为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为工业时代的金融行业 服务业 制造业 以及围绕工业时代的所有行业 所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 今天的教育 首先要思考的是 我们如何改变 如何适应 如何发展 教育变革 是技术革命 不演变成为社会革命的一个关键 每次的技术革命 都造成了社会革命 我们希望 教育的变革 能够把技术革命 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而不是变成社会革命 所以今天机会很难得 我想在各位校长 各位教育专家面前 我只是上台一些 交流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首先从工业时代到数据时代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 工业时代是知识驱动 知识的竞争 而数据时代是智慧驱动 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竞争 是领导力 是担当力 是责任的竞争 是独立思考的竞争 工业时代 需要让自己更加强大 数据时代 需要让别人更加强大 工业时代 我们比拼的是力量 比拼的是肌肉 所以男性占为优势 所以男性占为优势 而数据时代 所有的东西是往外看 我们看得很远 看到外部世界 看到的月亮 甚至看到火星 但是在数据时代 人类必须要有能力 探数自身 了解自己 我们现在 了解外部世界越来越多 但是了解人类本身 了解我们内心 越来越少 我认为人类 今天不断的思考 要移民其他星球 但是我相信 我们应该先把人类的 海南的垃圾线处理 显得柔为重要 数据时代 人类担心机器超过了自己 担心了人工智能 但我觉得 人类 还是应该更有自信 最大的挑战 不是机器越来越聪明 而是我们人类的智慧 似乎有进步 人类对自己的认识 人类对未来的认识 如果没有进步 没有突破 那么我相信 人类担心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 确实 人工智能 大数据 机器人 会对我们过去的教育模式 教育内容 教育方式 会有巨大的挑战 机器会越来越聪明 机器比我们的孩子更能近 算得更快 所以如果我们依然 按照昨天让孩子更近 更会计 更会帅 那么我相信 我们的孩子在未来二三十年 面临去到的挑战 使他们将会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们刚才讲 未来比拼的不是知识 而是智慧 机器与人的接触 比赛 不是在速度 不是在力量 而是在使命和家族观 人类知识急剧爆炸 但是很有意思 几千年来 我们人类的知识越来越多 但人类的智慧并没有提升 知识可以学来 但是智慧却是个人的体验 我经常讲 Cleaven 是靠学习 而Smart 是靠精力 动物是有本能的 而机器是有智能 但人类却有智慧 很多事情对人类来讲很难 但机器非常容易 很多事情对机器很难 但对人类来讲却非常容易 机器永远不会比人聪明 我相信机器一定会比人聪明 比人气得快 算得快 根本不需要休息 不怕累 也不会生气 所以人类拥有的智慧 但是这种机器 是永远不可能拥有的 聪明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智慧的人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机器真搞不清楚自己不要什么 在这样的社会技术 巨变的情况下 教育必须发生改变 第一 教育的使命要变 要从教人变成育人 工业时代是知识改变命运 数据时代是智慧完善命运 教育和育是两回事情 教育是教知识 育是育文化 学和习又是两回事情 学的是知识 习的是体验 习的是挫折 过去教人怎么变得聪明 未来我们要让人类变得更加智慧 智能时代 我们千万不能要把 千万不能把精力画在技术上 画在设备上 而是要把技术 设备 画在人的进步 人的感受 人的体验上 智能时代 不应该 也不能 让人失业 而是让人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很多人担心 未来就业会越来越少 大家不用担心 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原来的八小时上班 会变成四小时上班 每人的星期五天上班 会变成三天上班 人类在不断的体验 不断的服务 不断的派手 不用担心 我爷爷的爷爷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 十六个小时 他们认为很忙 我们现在一天工作八小时 我们一个星期只上五天班 我们依然觉得很忙 我可以保证 未来我们的孙子们 一天只上班三四个小时 一星期只上班三四天 他们依然会觉得很忙 工业时代的教育 讲究的是标准化 规模化 不一样的孩子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在教育 但是未来的教育 必须讲究强调个性化 特色化 上课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评价体系也不一样 教育肯定不能失去考试 但是考试到底考什么 是值得非常重要的研究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为什么每个学校必须是一样 所以我相信 我希望在我们中国和全世界 我们所有的学校都应该是不一样 每个孩子是不一样 中国教育讲究 因人死教 这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学校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动物园 而不是养鸡场 养猪场 不是农场 所有的动物都一样 要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要把每个孩子培养成活生性的人 而不是学习的机器 否则他们无法未来和机器去竞争 过去我们把人变成了机器 未来机器会越来越像人 最终我们应该做到的是 人更像人 机器更像机器 第二 教育的方式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人工智能可以代替老师批改作业 互联网帮助解决问题 未来人类在大脑中 存入芯片以后 知识也许根本不需要教 但是老师对学生的爱 对学生的思想 对学生的价值观的洞察和引导 是机器无法取代 当然 即使你脑袋有十块芯片 你还是要学习 还是要动 因为脑袋不动 你会老得很快 你根本没用 有人讲 现在有很多翻译了 翻译软件 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外语 我个人觉得 学习外语的乐趣 对另外一种文化的尊重 对另外一种世界的探索 是永远不是翻译机器可以取代的 我个人觉得 我能有今天所享受的英语的热爱 对另外一种文化的热爱 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尊重 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探索 有了很多 我希望让更多的孩子 未来有这样的探索 有这样的好奇 过去老师是靠万事知识 获得价值 未来老师要靠赢得价值 来赢得我们的尊重 未来的孩子 不但不但要会算更要有想法 过去以制造为中心 未来将以创造为中心 创新创造创意 是人与机器的巨大的区别之一 人类会梦想 机器永远不会梦想 未来孩子在学校不只是学知识 还要从艺术体验中 体验到创意和想象力 从运动中学会包容 学会团队 学会责任 学会面对失败 学会面对挫折 学会在冲突中解决问题 因为未来的社会将会冲突不断 今天的学校很难 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教育不是确保孩子没有危险 不出问题 教育是为了孩子们 是怎么样在未来面对危险 面对问题的时候 如何去处理 在以色列的时候 我在以色列 以色列教育部长跟我说 以色列的小学生 要到野外生存至少三天 非常艰苦 在这种环境下增长 才能有担当重力 前不久中国呢 也有一次社会讨论 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个讨论 关于正面 借孩子 好像孩子一点都碰不得 我觉得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 就充分相信老师 学生违反基础 违反规准 老师不敢去承建 这就像开车 不允许才刹车 一样危险 我们都是这个教育资源 同时我个人还认为 我有呼吁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把教育资源要倾向于基础 基层进行 我发现更多越来越多的国家 把教育资源放到了大学 研究生和博士 一个国家要强盛 一个国家要有担当力 一个国家要未来 我们必须把资源放到幼儿园 放到小学 放到初中 放到高中身上 如果一个国家 过度的资源放在后面 这个国家是不可能有钱 我们看到 今天的美国的教育体系一样 世界最了不起的大学 离这个大学五公里以外 它都是贫民窟 因为我们的教育 过多的关注了精英教育 我们需要北大 需要精华 需要哈佛 需要牛津 但我们更应该 关注的是 每个人普会的机会 一个孩子 是否有出息 我相信在初中之前 的投入非常之关键 现在 评比世界五百强的大学很多 但是如何去发出 让我们的资源 真正放在看不到的地方 那些幼儿园 托儿所 小学初中 我相信这样 才算一个民主的强盛 才算一个世界的强盛 教育资源 不仅要向基层 更要向乡村 倾斜 坚持生很多 我们北京上海的教育很好 但它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很高 就像奥运会 金牌很多 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的体育和老百姓的运动数字很高 好 乡村教育好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了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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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幼儿园 从幼儿园开始 要给孩子 种下文化的种子 我认为 幼儿园 要学的是 琴棋书画 要用运动 要唱歌 要跳舞 唱歌 是能够通向灵魂 舞蹈能够懂得精重 画画 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运动 懂得孩子 从小养学运动的习惯 小学 要培养价值观 要培养做人的道理 初中 要强调记忆 强调记忆 初中孩子最活跃 必须要有记忆 高中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培养希望 和兴趣 和想象 我现在最担心的很多高中 是我跟他们交流 他们只有一个想象力 我要考大学 考什么 不知道 反正我要考明白大学 如果因为孩子 认为大学是唯一的粗鲁的话 我相信问题就很大 艺术 是关乎生命审美的教育 但是在中国 艺术更多是谋求生存的教育 孩子们学习艺术 很多人学习艺术 还是只是为了考上大学 找一份好的工作 我现在发现 反而在老年大学 倒是艺术教育 回归的管制 第三 我特别希望 未来的教育 特别是从今天开始 教育 要让我们的孩子 有全球观 要对世界有足够的认识 要对其他的民主 其他的文化 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国家的宗教信仰 要有足够的尊重和认识 如果我们对基督教不明白 不尊重 我们就横加子 如果你不对乳师 照有了解 你根本不能体会 中国文化的博大 如果你不对 伊斯兰教的尊重 你也是会横加子 我们的孩子不能成年以后 再去学会这些东西 教育 必须学会尊重 必须从第一天开始 让我们的孩子 没有中西之分 只有未来 只有全球的四眼 热爱自己的祖国 绝不登与 认为自己一定比别人强 学习 尊重 包容 才能让一个民主强盛 才能让世界 变得更加和平 所以 我相信 未来 教育的变革 对人类 挑战得很大 但是机遇同样很大 我们的教育做好了 世界会变得更加和平 更加可持续 更加绿色 今天 中国的教育 更需要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应该让每个学校 都有自己的特色 学校各个各自的风格 父母和孩子 就有了选择的空间 刚才 继同学的那些讲话 是反映出今天孩子的问题 有的人喜欢吃蔬菜 有的人喜欢吃玉米 有人喜欢吃黄瓜 有人喜欢吃肉 我们必须让孩子有选择 让家长有选择 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不一样的孩子 需要不一样的学校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木材 无论是松木 山木 南木 都一起做成了三加板 数字教育 不是第一个教育 数字教育 不等于可以放松教育的标准 数字教育 更不等于教育 不需要严格 最后 我想我们面向未来的教育 不仅要培养智商高 情商高 更需要培养爱商高的人 IQ EQ 还得加上LQ The Q of Love 因为智商高的人 不太容易失败 当大成功以后 情商高的人 机会更多 但是只有有爱商的人 他是成功以后 也会受人尊重 很多人有钱 有事 有权 不受人尊重 缺乏的就是爱上 关心别人 机器只有芯片 人类有伟大的心 有爱 机器有精度 但是人类有温度 AI时代 就是需要爱的时代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会被机器取代 才不会在变革中被淘汰 机器可以取代保姆 但绝对不会取代母爱 机器可以取代护士 但是不可能取代关爱 人工智能时代 如果没有爱商 技术越强大 越可怕 这是教育的责任 也是教育的担当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 只要教育在 只要老师在 只要校长在 只要我们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 相信这个世界的未来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应付好 未来各种各样的挑战 所以 教育 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教育 更是一个巨大的 责任的时代 我们一起努力 也许 对我们的改变不大 但是对孩子的改变 会非常之大 对孩子的改变 就是对未来的改变 谢谢大家